新闻英语的时间 那么在这则报道里面 同学美国人 他们提出一个观念 就longer school day 更长一点的学校日子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老师要向各位报道一下 我们现在台湾这里 同学当然是小一到小二 同学通常是半天 但是到小三的时候 同学是不是就开始就全天上课 那么下课的时间 同学知道大概是四点半 或者是五点钟 那同学你这五点钟 是不是跟大人的下班时间 大概差不多 那爸爸妈妈就可以去接 可是同学美国人那里 不是这样 美国人那个地方同学 小学跟国中 甚至于高中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下午三点钟 甚至于两点半就下课了 那如果说你妈妈没工作 那是OK 如果说你妈妈爸爸 都有工作的话 请问一下这小孩子怎么办 那同学 那又不准人家设立安亲班 那不可以 同学你不能说安亲班 到时候去这个街 这个不可以 所以造成父母亲很困扰 那怎么办 现在大家就想说 能不能把这个放学的时间 再延长一点 因为小朋友两点半 就回家了干什么 是不是啊 那也许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为什么要那么早 主要是同学 他们是地广人稀 要上课同学是不容易 往往搭车 同学恐怕就要搭个 一个半小时或两个小时 所以早一点下课 是有它的背后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 我们先走一遍 东西我们来看 突破关键单字 第一个单字 Versus 同学Versus代表相对于 好比说同学 好比说我们今天 这个一中队 队家中队 是不是啊 两个队伍这样队 队雷 是不是啊 新农牛 对于什么台湾大哥大 假许有这个队伍的话 那同学中间这个Versus 同学这个Versus啊 是什么意思啊 同学自己付出 这个VER 有的时候加S 有的时候加T 代表旋转 但是这个旋转 我请同学在旁边 自己付出 180度 各位 根据老师研究 自首自根这么久 我发现这个东西 它那个旋转啊 Ver 是代表转180度 也就是说同学 你想一想 这个队跟那个队 两队在打的时候 一定是敌对状态 而同学你要从前 突然之间变得到后 你的转向一定是180度 所以说这种转 是180度的转 所以说才会转出来 一个东西叫垂直的 垂直的同学叫Vertical V E R T I C A L V E R T I C A L Vertical 同学什么叫Vertical 请问一下 我是不是垂直的 好比说 那我拿个千锤 同学我这样拉着 那个千锤 同学是不是 同学锤向底下 那我这条线 就可以叫做垂直的 对不对 那垂直的请问一下 我从头这里 到它的尾巴 那刚好同学 如果转的话 是一个180度 这个才叫垂直嘛 对不对 你90度 75度 对不起 那个不叫垂直 各位再看第二个 Swedish 瑞士的 它是来自于 Sweiss 瑞士 那么这个加一个 ISH 变成它的形容词 第三 Medation Medation 同学代表说 调停的意思 同学 这个要记住 所有的调停 就是大家各让一步 大家都到中间 是不是 所以空格请你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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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 字根就代表中间的意思 当然是大家都熟悉的 MIDDLE 对不对 各位再看第四 Enrichment 代表充实 当然同学这个字 如果当动词的话 就是也是代表充实 本班班训 高尔班的同学都知道 曾广建文 充实知识 对不对 Broaden Wance Knowledge Enrich Knowledge Enrich knowledge 充实你的知识 是不是啊 好 我们看到新闻内文来 这篇比较简单 你看 It's 3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时间是下午三点钟 老师建议大家 时间你尽量不要用time 永远用it 天气 永远不要用weather 永远也用it 这样写作文的时候 保证不会错 那么下午三点钟 And Steve Ganniger have just picked up his 10 years old daughter Sammy from school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kday 他说 这个人Steve啊 他去接他10岁大的女儿 Sammy 他说 从学校 各位 下午三点钟 那么就在他工作当中 各位你想一想 爸爸要五点钟下班 那有时候还在拖一拖 三点钟同意就叫爸爸走 你想想工资爽不爽 当然不爽了 所以说爸爸的工作的薪资 一定不会高 因为他工作不能full time A longer school day for son 他说呢 A longer 如果长一点的学校的一天 对Sammy 他说 What 他说 What President Obama want mean the more convenient day for dad 他说啊 女儿上课时间长一点 那同学 你中间跳过这个袜子去 那意味着什么 同学意味着 更方便的一天 对于老爸 for dad 是不是啊 好比五点钟 爸爸来接 多好 如果五点半 同学爸爸来接 那更好 对爸爸来讲方便 是不是啊 那同学你看中间 这就是欧巴马总统 所要的东西 也就是他 其中一个就是 你上课时数 拉长一点 It's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and Steve Gallagher has just picked up his ten year old daughter Sammy from school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k day A longer school day for Sammy what President Obama wants means a more convenient day for dad Dear American students have one of the shortest school years in the world 180 days versus 195 for most European nations and 200 for East Asia countries 你看 美国学生 有全世界最短的学校年份 这是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每一年上课多少天 同学 他们美国人拥有的时数是最短 你看 180天 相对应于versus 同学在线的另外一段 就是说欧洲的国家195 那么东亚的国家 同学 例如说韩国 日本 台湾 香港 等等 那是多少呢 200天 开玩笑 我觉得台湾 恐怕还在加一点 对不对 and US students spend fewer hours a day in the classroom 而美国学生 花更少的hours 时数 一天 在教室里 那么同学 没有错 你是几天 但是那180天 里面同学 一天的时间 又更少了 35 hours a week 同学 三十五个小时 一个礼拜 各位同学 你算算看 三十五个小时 到底几天 老师数学不好 你自己回家算算看 各位在看 Swedish student 他说 瑞典的学生 在课堂上 一个礼拜 是六十个小时 同学 足足多了 快两倍 American students have one of the shortest school years in the world 180 days versus 195 for most European nations and 200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U.S. students spend fewer hours a day in the classroom 35 hours a week Swedish students are in class 60 hours a week 第三 the nation's largest teachers union says more seat time is good but after school program at school better 这个学校 同学 全国最大的 教师工会 union 同学叫工会 同学 为什么用工会了 因为union 这个字 也可以叫团结 UNI代表 一 对不对 所以说 老师要团结 工人要团结 工会 大家一定要团结 不团结 你怎么对付雇主呢 所以说 他这里讲了 这个国家里 最大的教师工会 说 更多的座位时间 讲得很好 同学 也就是坐在教室里 时间 是很好 但是 在学习后的 一些课程 at school 怎么样呢 更棒 也就代表说 三点钟下课 但是不要让他走 我们来 社团活动 好不好 哇那更棒 对不对 同学看到第四来 We have them 同学这个这样的 then 是什么 就是同学 不要念then We have then 同学 这个then 当然是一般正确发音 可是问题说 同学 这个老美 应该把它念成 We have them We have them 同学then 就不好了 We have them for mediation 同学 让他做调停 这什么意思 就是让你输压 也就是说 这个课后时间 如果三点钟到五点钟 我们做一些同学 这个余性节目 让孩子把压力疏散一下 We have them for enrichment 我们有这些 those are really good 好同学 这篇是简单 我们再回顾一下 那几个单字 同学我个人觉得 最重要 你这篇能够学到 这个第一个字叫 versus 那我就很高兴了 美国对瑞典 台湾 台湾对中国大陆 同学 这就很好了 Swedish 瑞士的 Mediation 同学 输压 调节 enrichment 充实 拜托同学 大家等一下 听这一篇文章的时候 各位把这几个重点字 都把它听出来 那我们今天上课 就很有意义了 It's thre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and Steve Gallagher has just picked up his ten-year-old daughter Sammy from school right in the middle of the work day a longer school day for Sammy what President Obama wants means a more convenient day for dad American students have one of the shortest school years in the world 180 days versus 195 for most European nations and 200 for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U.S. students spend fewer hours a day in the classroom 35 hours a week Swedish students are in class 60 hours a week the nation's largest teachers union says more seat time is good but after school programs at school better we have them for remediation we have them for enrichment we have them for sports we have them for art we have them for music those are really good things